我們現時有三八零九個部份單位 併了醫療、教育、社會紅婆 還有我們這間館 另外我們都有一百零二間的租住物業 如果說1617年財政年度 我們現在有超過九千名的活動 我們在玻璃界已經接近一個最大的機構 只是我們社會務部的員工 我們已經超過五千名的員工 坦白說我們的服務 在這幾年我們不斷發展 不只是在量的方面 而是種類的方面 你可以想像到的 我們都會發展 包括社會企業 也在這幾年我們很重點發展的企業項目 在社會服務科裏面 其實我們也有直接服務分開三大部分 第一就是安努服務 安努服務裏面 我們有提供電子社 也有些是入間的著者中心 也有些是上門的家規照 也有些是特地的專門服務 所以在我們服務裏面 無論是住宿、入間或上門服務 我們也有提供的 另外就是一些青少年服務 我們也有兒童資家 綜合家庭服務 也有些特殊的教授訓練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支援服務 這個今天就是重點介紹 就是復康服務 因為復康服務裏面 是有院寫服務 也有人間訓練服務 也有職業復康服務 殘疾人士社區支援服務 以及一些特別的服務計劃 譬如說我們為一些不能逆選的殘疾人士 也提供了一些晚情節目 其實當中都牽涉了很多 是需要一些護理的工作 在我們社會服務科裏面 其實需要有什麼工作團隊呢 很簡單來說 可以分成四大範疇 第一範疇就是社會工作團隊 大家聽到很多社會專業 在我們不同的服務 無論在日間訓練中 牽涉到很多訓練和發展的原則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很龐大的社會團隊 除了社會團隊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輔助醫療團隊 不知道大家做了要不要認識 什麼叫輔助醫療 法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職業治療助理 那類 因為說服康工作 即是找不到很多服康的治療分別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專業團隊 也需要相當多 另外一個就是護理團隊 顧名思義就是護士 護士我們有 不叫護士 註冊護士 也有保健員的同事 我們也是提供很多健康的護理 監管給我們的服務對象 另外就是 這個就是最忙碌 其實除了以上三個專業團隊之外 就是一個支援護衛團隊 我當時看到車隊 其實在提供的院舍 或者是一間訓練服務裏面的時候 我們需要很多支援服務 例如做廚師 幫忙照顧職業工作的師姐 也有做很多文書工作的民員團隊 所以這個幕後的護理團隊 其實也是相當之大的 在我們推行我們的服務時 我們是用一個 傳媒照顧服務的理念 即是我們提供訓練 或者照顧工作 我們是很傳媒的教學 兼顧了社會的範疇 包括有生理 生理 社交 和靈性 如果真的要演繹一下 這四樣東西 其實是什麼 身理 顧名思義就是身體 我們會做很多健康護理的照顧 或者是藥物的控制 甚至是有關的訓練 令他身體健康 有身體健康 有身體健康才是有身體的質素 還有就是心理 我們也會關注很多心靈的需要 譬如說 我們以為是長者 或者是福康的日子 他們其實只是在等待 吃飯 睡覺 那還有什麼做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發展的需要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都提供相當多的發展的訓練 或者是一些過激關護衛 令到我們可以活動的心靈需要 另外第三個範疇 就是社交 社交是什麼 當然是要有社交交流活動 又要認識朋友 所以在日常運作中 我們都會提供很多不同的訓練 社交交流活動 令到他和社群人士 和這個社會不要脫節 保持接觸 如何認識朋友 也可以認識朋友 所以我們都會引入很多義工的服務 令到我們服務對象 和這個社區是不要脫節的 最多人就是靈性 在我們的服務對象 無論是經驗 無論是長者 殘疾人士 他們都會有宗教的需要 無論是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我們都沒有能力的限制 但是如果他們是有分別的需要 我們都會聯絡很多社區 不同的資源 可以滿足到他們這方面的靈性 需要 而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全面 關顧到他們的心心社靈 最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很希望我們服務的社會者 有一個有尊嚴的心 很多人是在對手 他們都不會找到 但如果需要幫助 你身份幫助 那麼既然 我們都不會找到